我們有接獲到這個當地的消防隊 我在另外一棟建築物有發現敲擊聲 所以我們目前在透過建築物的支撐 還有破壞 盡可能的去找到那一位生患者的位置 就是很遺憾的 其實這個女性病患 土耳其的女士 她很不幸的她到醫院之後沒有多久 其實還是回天乏宿 我們最新的收救進度是在當地時間 昨天的大概下午3點40分的時候 我們有跟當地的土耳其的城市收救隊 然後有發現一名生患者 那這名生患者受困在一棟倒塌建築物裡面 因為她整個下半身 因為她只有頭部跟左手上臂 露出在外部 那在其他的一個身體的部分 都是被深埋在瓦麗隊裡面 那我們最後只能用土手的方式 以及利用小工具 包含這個 軍刀具 以及小型碎石機 進行瓦麗隊的破壞 以及家具的一些破壞移除 那在五個小時之後 我們將它移除之後 就是交給我們的醫師 再做一些生命上評估跟IV的注射 壓埋過久的一個傷者 如果肢體壓埋過久 它發生槍事症候群的可能性 就會相當高 那也在昨天的晚上 大約10點 大約晚上11點多 我們有接貨到這個當地的消防隊 有在另外一棟建築物有發現 敲擊聲 所以我們目前 針對那一位 那一位這個有一個敲擊的位置 還在做生命真相的一個確認 那我們目前最新的訊息是 還是有持續有一個敲擊聲 可是因為深埋在滿裡面的位置 所以我們目前在透過 建築物的支撐 還有破壞 盡可能的去 去找到那一位 生腕者的位置 目前最困難的一個狀況 當然因為當地氣候非常的寒冷 就我們回報的一個狀況 當地在夜間大概是 就是零下的狀況 甚至體感溫度都到零下-7度 到最後 病人的意識狀況改變的時候 所以決定緊急做節制的動作 只是為了希望保全他的生命 其實非常的困難 首先是因為病人並不是 就是平躺的狀態 可以很好的讓我們 像平常在手術房一樣 就是進行就是 標準的節制動作外科 是很遺憾的 其實這個女性病患 土耳其的女士 她很不幸的她到醫院之後 沒有多久 其實還是回天乏術